新奇的人类护车浆节目 欢迎来到新奇的人类护车浆节目 今天我们将来开一个特殊的快递 这个包裹是李维斯给我寄来的礼物 我们先来打开看一下吧 有点迫不及待的 满大一盒的 希望你们看一下我都还没看到这写着啥呀 Levice Vintage Closing 然后21秋冬下面有我的名字大马 看一下这个本体 好像一件电影海报还印着一个爱因斯坦 它之前出的那件爱因斯坦的一个夹克 整个褐色外观我先打开 褐色外观有点像那种场季般 它打开也是个场季版的有点神奇 就那种卡 这个也是对应了这次的一个主题 这次它把时代关进口袋 应该是跟黄爵合作的一个项目 我看朋友圈一直在发这个东西 还有李维斯的公众号也在发这个项目 两张这是一些可能不是贴着 一些小明星片之类的东西 李维斯AOVC 这一次它们好像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电影 一些青年电影为主题 它们当时一些电影里穿的一些衣服 一些比较经典的产品 作为一个灵感去设计衣服的 我看一下 有那个味道的 不过五六十年大的美国电影 有一说一我看的是真的比较少 我们看美国电影基本上是八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剧多 然后给你们看我就念不了 那我就不给你们看了 李维斯Vintage Crossing 携手实力派演员黄爵 打造全新电影 现影独家上映 李维斯邀明一起在线观看 把时代装进口袋电影 感受用丹宁记录历史 重温时代往昔的高光时刻 主演黄爵扫码观看 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看这个影片的 这是一件衣服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发现这个logo无处不在 这应该是一件衛衣吧 我们现在讲的那个短片 那些短片又让我重新种草了一个东西 本来我已经把它草了 我已经忘了这件事 大家看这个短片 这个场景还是蛮有年代感的 但我最在意的是它身上这件夹克 对这件夹克我当时真的疯狂种草 真的太想买了你知道吗 这件夹克是爱因斯坦同款夹克 爱因斯坦当时他犹太人 到了美国之后就穿 好像穿的就是这件 李维斯的一件皮夹克 然后也上了很多杂志 上了一些封面 这件夹克反正是早些年李维斯 花一个天价 把他这些原版那件买过来 然后再自己复刻自己的这个东西 那LVC整个系列它 基本上就这样自己复刻自己 复刻一些经典的一些东西 那这件夹克他当时 现在应该一共出了两次吧 复刻两次 第一次是原版这个棕色我最喜欢的 第二次是黑色 好像没那么原汁原味了 但人钱买真的太贵了 而且又限量也抢不到 像我穿只能穿最强 然后这件夹克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说 他把爱因斯坦当年皮夹克身上那个烟草味都给复刻出来 给你做成一瓶香水 就爱因斯坦当年抽烟留下来的这个味道也能复刻 第一回这个 这真的是把这个复刻还原到极致了 很想闻一下爱因斯坦当年的身上这个烟味 除了是什么眼睛 这短片头头我反正就只对这个皮夹克感兴趣 穿上去肯定智商就爆表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件卫衣吧 这个也是比较复古的这个木桌机的一个质脉 还有一个小标 通过这个小标我就能看出来 这件衣服它是一个成衣蓝色的 整个衣服蓝色出来的颜色是比较一致的 包括你看这个裸口跟这个袖子的色差是很少的 如果你后期去配的话 那因为风缸蓝的话肯定是有色差的 吊牌哇好贵啊 1099的一键位 查了一下 这种袖子叫拿安型插件袖 给大家看一下 后领跟前领之间这里都有个V型 V型的拼贴了一块 这个作用应该是加强一下吧 因为它你看它里面也是有平点的 袖子的裸口也是蛮长的 这种衣服就是说你不能买大了 买大了就穿的很丑 这种东西就要穿合身 你的袖子就刚好到这了 但这一件M码的话 我就不知道我穿起来是否刚好 因为我一般没码的东西 我都要穿一个S码 刚刚好刚刚好 对我就怕这种衣服大了长了就穿起来难受 你看这个袖场就完美是吧 完美 但可能很多国潮玩家或者说什么潮流代歌 觉得这种衣服小了怎么样 其实不是这种衣服是正常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衣服都太大了 好了那么AOVC就是Levis Vintage Clothing的简称 这个系列说白了就是Levis自己复合自己的 这样一个系列 复合一些经典产品的这样一个系列 那么AOVC在我们很多复古玩家 期末当中一直是很顶尖的一个存在的 基本上就是快到顶了 为什么呢 首先你玩复古这个东西就是要讲究一个历史的 那我们现在玩的一些牛仔裤还是什么的 都是建立于当年Levis打架的基础的 哎呦有点猫 所以说这个第一位就完美了 东西先不说 第二位就完美了 我先把这个穿过去 其实它每季都会也会像正常的一个品牌一样 会有主题会去出产品 不单单说是一些定牌的一些牛仔裤 包括我们之前频道开箱的AOVC那些牛仔裤 我是这么觉得呢 AOVC至于Levis的话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 能产生一下Levis如果没了AOVC的话 没了这些重磅产品的话 都去做一些新的 我要跟上时代要怎么样的去做了 那你现在有AOVC有这些日产的美产的 什么土耳其制的这些牛逼的硬核的东西在 然后有这样一批硬核的玩家去玩之后 去研究这些西的东西之后 那就自然而然就变得不一样了 底下就有很多人觉得这是能学问 就要去研究 自然而然就是心中满顶级的存在 我们现在做牛仔裤都是脱离不了这些印子了 所以我觉得AOVC这个系列 其实对李维斯来讲 这一步骑下的是很对的啊 还有一点我晚上为了拍这些视频 我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忽略的一点 李维斯这牛仔裤这个品牌 可能是史上最多名人穿着的 这样一个单品一个品牌了 能想象上到我的偶像乔布斯 吓到一些小明星 大家不可能没有穿过李维斯吧 是吧 它就是因为太常见了 所以这个名人身上 这个名人上面穿的可能是李维斯 我们都感受不到它是李维斯是吧 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说了这么多 那之前寄过来礼物 我们还是要去拍一下吧 这个也没什么好搭的 因为那个搭我穿里面也拍不出来 只能下面穿着戴裤 拍给他看给他 好我们看着搭配 然后这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大家不要忘了点赞 关注三连一下大脑视频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